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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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三峡的西部起点就在凤杰 凤杰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 距离市区约320千米 奎门天县处在凤杰县城东部 距县城约12千米 长江自上游往下一路开阔 在重庆凤杰突然进入宽布基百米的渠塘峡 就好像被收纳进一扇窄门之中 因此 渠塘峡西口又被人们称为奎门 奎门天险 断崖碧丽 景色秀丽 江中水深流急 两岸山峰 巍峨壮观 非常美 搭好江山 非常美 朝时白地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缓 两岸原声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奎门景观独特 极具代表性 第五套人民币十元纸币的背面图案就取景于此 人民币图案上尖尖的山峰 被当地人称为陶子山 而山顶就是长江三峡的最高峰 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工程蓄水完成 坝前水位升至一百多米 原本被人们称为天险的凤杰魁门 河道也因此变宽 许多岸礁险滩 沐入水下 按说 此后来往的船只航行会更加安全便利 可是 如今 当人们行船来到奎门附近的 渔富浦河段时 却依然心惊胆战 不明漩涡 暗礁的侵袭 让人们心惊胆战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在距离奎门不远的河段 那里的江水竟然变成了咸味 当地人相传 江滩气坝上至今保留着一个石堆 而诸多奇特现象都与那个石堆有关 为了解开人们心中的疑惑 弄清奎门附近种种现象背后的地理因素 地质专家杨平衡带领考察组来到凤杰展开考察 杨平衡 西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盐农地理 地质方面的研究 长期对重庆地区的地质地貌进行考察 大家十分疑惑 究竟是什么原因 改变了当地的水质 又是什么原因让船只在长江河道频频遇险呢 当地居民告诉考察组 诸葛亮曾在此布设过神奇的八镇图 相传 气坝上的那个石堆 正是八镇图的遗迹 莫非长江河道上的种种奇异现象 与八镇图遗迹有关 前面杀气冲天 必有伏兵 这是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一段故事 公元221年7月 蜀国刘备亲帅大军讨伐东吴 反遭火攻联营七百里而败退白地城 当时东吴陆逊一路向西追击 在于富浦闯入八镇图石镇中 看似简单的石堆 陆逊等人却怎么也找不到出口 这让许多人都感到匪夷所思 那么奇异的八镇图究竟是真是假 它又是否具有传说中神奇的威力呢 是不是这个诸葛亮被的这个水八镇 在这里面使起这个活道变载 水流湍急 考察组答听到 在凤杰东部距县城约七千米的地方 长江自西向东流经此处 转了一个弧形大弯 形成了一个两端间中不圆的宽阔河道 远远看去就像于富 因而得名于富浦 传说中的八镇图 就布设在于富浦的气坝上 您知道咱们这边的八镇图在什么地方吗 八镇图 说起八镇图当地人人皆知 但它的具体位置人们却说法不一 考察组了解到 八镇图的故事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 地方志中也有详细记载 为了寻找到相关证据 考察组来到凤杰县地方志办公室 查找资料 不知道这个事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 我们福治里面 葵州福治里面和县制里面都有记载 这个里面有记载 周老师介绍说 明朝正德年间修订的葵州福治 对此有过详细记载 其镇据细时为之 布列相当 作八八六十四堆 外复列二十四堆 为之游宾 堆高五尺 相去约七八尺许 广弱其高 随后我们得知 历史上的复制 限制 不仅对八阵图形态 进行了细致的文字描述 还用图案 对各种阵法演练 做了详尽描绘 原来 八阵图是古代用兵的一种阵法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被运用 而考察组随后听说 位于凤杰于复浦的八阵图 却有其特殊之处 于复浦 位于长江与支流 梅西河的交汇处 河道极为宽阔 往东约五千米 则是著名的军事要地 白地城 来到这里 映入眼帘的 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 树作古朴的建筑 演映在绿树之间 岛的面积虽不是很大 却是长江三峡 著名的风景名圣 白地城所在地 白地城 原名紫阳城 从西汉末年至今 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 他雄具水路药金 饿三峡之门户 地势险要山川秀美 杨老师介绍说 白地城下即是长江天险 奎门 而与富浦的行程 与奎门息息相关 长江水量随季节变化明显 每到洪水世界 狭窄的奎门一时宣泄不完上游来水 迫使长江上游水位抬高 洪水与泥沙污涌 沮实了两岸松软的岩层 使此处河谷变宽 到了枯水期 这里露出一个面积约三平方千米的河滩 这便是游凤铺 那么如果有关八镇图的传言属实 当年诸葛亮又为什么会把石镇 修建在江水汹涌的河道中呢 考察组了解到 奎门是长江三峡的西大门 也是西南巴蜀地区的重要门户 他东空清楚西厄巴蜀 南道滇潜北通秦境 自古以来 奎门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它宰 宰呢我们就是宰的地方 甚至是炮台 起到一个衣服当光 万富没开的这种重要的意义 专家介绍说 我国西南地区在远古时期 是一片汪洋大海 直到距今约六千五百万年前 三峡一带在地质作用下 逐步隆起成为分水岭 隆起带东西两面各有河流 到了距今约四千万年前 青藏高原隆起逐渐形成了 我国西高东低的地貌格局 原来往东的河流开始溯源侵蚀 慢慢往西下切与袭夺 最终和西边的河流贯通 这便是现在的长江 杨老师告诉考察组 漫长的地质变迁 形成了险峻的长江三峡 其中流水的作用尤为重要 巴蜀地区北部是大巴山 东南被乌山七耀山阻挡 在交通并不发达的时候 古人要进入蜀地 长江是最便捷的通道 而江上狭窄的魁门 便成为一道天然的关卡 这边两边都是高山 中边是峡谷 如果第一人来静欢的话 它不可能发射越连过来 这山很高 它这个大起来很飞进 就从水路来 水路来正好也是 守住这边的一个 很有力的地势 因为它窄 由于地势险要 魁门一直被人们称为天险 相传三国时期 诸葛亮在魁门外 布设巴镇图 正是看中了这里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杨老师说 三峡水库蓄水后 包括渔富浦巴镇图在内的 许多历史遗迹都沉入水下 但是巴镇图附近的魁门 依然是长江三峡中 危机四浮的河段之一 虽然江面水流平稳 水下却布满漩涡 暗流 即使富有经验的渔民 经过此地时 也会格外小心谨慎 复杂的水下情况 也是当地传说 往来船只经过这里 频频遇险的原因 高沙总了解到 渔富浦在被水淹没之前 许多当地人都见过 江中气把上残留的巴镇图 1200多年前 唐代诗人杜甫 在名为巴镇图的诗中 就曾经写道 江流石不转 遗恨石吞吾 这个江流石不转 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巴镇图 具细石成堆 纵横起步 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 即使被夏天大水 冲击淹没 等到冬季水落平川 万物都石固态 唯独巴镇图的石堆 却依旧如故 上千年来 窥然不动 这不禁让考察队员 更加疑惑 从传说诸葛亮布镇 到渔富浦三峡蓄水被淹 时间已经过去了 一千多年 在每年汛期 不断有洪水 袭扰的长江河道上 那这些石堆 是怎样留存下来的呢 在走访中 考察组偶然间看到了一组照片 他们拍摄于三峡水库 蓄水之前 照片上残缺的石头堆 就是当地居民所说的 巴镇图的遗迹 40年前的话 那时候还有一些遗迹 但我们小的时候 也有要看得到一些 我听我爷爷讲过 大的小的都有 有些有这么大 有些有这么小的 如果图片中的石头 真如当地人所说 是八镇图十镇的残留 他们究竟是如何 抵御江水一千多年 持续侵蚀的呢 经过调查走访 杨老师猜测 江水变咸 很可能是周边存在 某种寒盐的盐层 随后 靠查组请来了 地质钻井队 对这里进行钻探 希望能够在地下岩层中 找到相关线索 在专家的建议下 钻井队在渔富浦江边斜坡上 开始了钻探作业 几天后 钻探队员取出了地下 七十五米左右的盐心 然而专家分析后的结果 出人意料 我们从这个打出来的七十四米左右的盐心来看 我们打到的东西有整块的盐石 也有一些历史层 它们的盐性大多是灵质的灰盐 也有一些局部的历史 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结晶的 或者老百姓他们所说的盐层 既然地下盐层中都是普通的盐石 并没有发现含盐的盐层 那么这里的江水为什么会变咸 杨老师决定 从这个奇特现象入手 开展进一步的考察 查阅资料后 杨老师告诉大家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 西南地区的整体抬升 使得曾经的茫茫大海逐渐退去 部分海水被阻隔后滞留下来 海水蒸发以后形成的盐层 在地质变迁过程中被封存到山体里 当盐层遇到地下水后 会慢慢溶解 并通过盐石列系 搬运到很远的地区 它应该不是这个小地方来的 它应该是大的区域 至少是十来公里 几十公里 甚至上百公里以外的地方 流过来的 考察组在之后的巡访中了解到 临近凤杰的乌西县宁场镇 有一座地下涌泉 泉水含盐量很高 人们都称之为盐泉 这无疑是一条颇有价值的线索 大家立刻驱车前往盐泉 在保护杯的下方 一股水流从房屋中流淌出来 村民告诉我们 这就是盐泉 远古时期 人们便是利用这些盐泉 经过熬制 晾晒 制成石盐 而这些布满孔洞的挡水板 在古代 还有着非常奇妙的用途 政府为了 从一管理这个水 就把这个板 转成平原的小盆 平原的小盆 一个老板就分那么一股水 有几股水 就给几股水 按标准的收起碎盐 原来 这些孔洞叫分水孔 村民告诉靠茶族 盐在古代非常珍贵 甚至有一泉流白玉 万里走黄金的说法 因此 盐泉在很长的时间内 一直是官府盐控的重要资源 我们这一共多少盐 69盐 69元 就分了给69个人 69个人就黑 69个有资女的 政府 允许他 给他办了手续的 这69个人 你就可以有权金这个水 在交谈中 我们了解到 宁场的盐泉 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为了保护好这个古迹 政府专门修建了房屋 在向导的带领下 考察室进入屋内 只见一红清泉挂扑而出 四周弥漫着 但有明显咸味的水汽 非常非常咸 感觉比普通的海水还咸一些 TDS 63.9克 每升 PA具值 7.46 从我们刚刚先生测的这个数据 初步来判断 它是一股乳水 乳水 杨老师说 人们一般 把这种含盐量较高的水 称为乳水 为了更直观验证水中物质含量 在专家的建议下 考察室取来两瓶水样 在烧红的铁锅里 做了个试验 你看我们滴了一滴矿泉水上去 烧了一会儿 全部蒸发了 没有了 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我们现在倒点卤水试一下 看会怎么样 马上有大量的白色的物质吸出了 对不对 跟普通的矿泉水烧开 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说卤水烧开了 它是白色的一片 说明它这个含矿物质成分是很高的 杨老师说 通过试验和检测 盐泉的盐度达到千分之六十三 而一般的海水盐度 大约是千分之三十五 也就是说 盐泉的盐度几乎是海水盐度的两倍 由于盐泉含盐量很高 几千年以前 这里就建起了盐厂 目前村里依然保留着一些盐厂的遗址 巨大的铁锅 宽厚的墙体 高耸的烟囱 无不述说着盐厂曾经的辉煌 远远望去 这里就像一座远古残留的要塞 至此 考察祖对江水变咸的现象 有了新的思路 巴振土所在的鱼缝浦水下 会不会也有一股喷涌而出的盐泉呢 是不是因为盐泉的存在 才让江水有了明显的咸味呢 随后我们查阅资料后发现 凤杰自古以来 也是出名的产盐区 巴振土下东南山里 有一期东西百步 南百四十步 西藏又严谨无可 史料记载 凤杰于富浦周边 曾有五眼盐泉 当河水上涨 淹没盐泉 江水就有了明显的咸味 于富浦紧邻长江 水路遍解 是古代石岩转口销售的集散地 古人很早就在盐泉附近的汽石滩上煮制白盐 由于加工人员众多 熬制白盐的炉灶连片成排 形成规模巨大的盐灶群 在熬盐的过程中 为了便于通风除渣 人们将盐灶的地沟连通成网 酷似一座迷宫石阵 靠查到了这里 有关巴震图的谜团也迎刃而解 之前照片上呈现的石堆 其实就是古人楚颜留下的盐灶遗迹 在三峡地区 长江枯水期形成的汽坝 是凤杰难得的宽阔地带 特殊的地形造就了强大的峡谷峰 踏穿过长江三峡通道 直接刮到渔富浦宽阔的河滩上 使得这里时常飞沙走石 相传三国时期 诸葛亮注意到了这特殊的地理现象 因此特意选择这个风大 气候变化复杂的滩地排兵布阵 使这处石阵充满了风云变幻的神秘气氛 此后 士兵们在这处河滩上演练战法 代代相传 逐渐演绎成为神奇的八镇图 神秘的镇图气垒上 曾升腾过无数次滚滚风烟 熊熊战火 如今高霞出平湖 昔日难以逾越的长江三峡天险 已经成为当地人发展的黄金水道 而熊奇的奎门依旧展现着险峻的英姿 一江清水陷奎门 平湖秀色 巧然险 通过考察 我们找到了奎门附近 河岛水流异常 水质变化的原因 然而奎门的神奇之处远不止这些 就在它的周边 不仅分布有巨大的天坑 还有幽深的地缝等 诸多奇特的地貌景观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探索这天山水间的奥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